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交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Ciao,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互交网校的意大利语AR的课堂 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命令式的一些特殊的结构 包括它的一个否定句的使用 以及它和代词使用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就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命令式 好,我们讲命令式 首先它的一个动词变位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也只需要把它分成三个人称来进行变位就可以了 一个是第二人称单数度 一个是第一人称附属noi 最后一个就是第二人称附属voi这三个人称 那么我们说它的一个voi和noi这两个人称的编位和指称是现在时的编位是一样的 那么剩下我们需要 唯一需要记下来的也就是它的一个第二人称单数度的这么一个编位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动词仍然是分成三组啊 are are 和 ire 在are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命令是 它的一个词尾是去掉are加上are 举个例子 guardare 看 那么第二人称单数的度的命令是变位 把are去掉加上are变成guarda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动词are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动词也很简单 去掉词尾的are加上一个i就可以了 比如说prende 那我的一个命令式的第二人称单数的变位是prende 接着呢 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三组动词ire的一个命令式的变位 那么讲到第三组以ire结尾的动词呢 我们还是要去参考 只成是现在时的一种情况啊 那么同样呢 在命令式当中呢 以ire结尾的第三组动词有两种变位情况 第一种呢 是直接加上词尾 那么第二种呢 先要加上isk 然后再加上和主语 人称相对应的一个词尾 那么在命令式当中呢 我们什么时候加isk 什么时候不加isk这个成分 我们还是要完完全全参照一个 只成是现在时以ire结尾的第三组动词的变位的一个情况啊 而要掌握好只成是现在时第三组动词的一个变位的情况呢 我们还是要大量的去拓展自己的一个词汇量啊 如果看到以ire结尾的动词的情况多了以后呢 那自然而然就能够知道说哪些动词是加isk 哪些动词是不需要加isk的 就好比通过那么多天的一个强化训练 我们一看到dormire就知道啊 这个动词原来是不需要加isk的 而一看到finire就立刻反映说 我变位的时候要变成du finish 那么第二组第三组的一个度的变位其实是和我们的一个什么 执行社现在时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在讲命令式的一个变位的话 我们只需要单独拿出来记住的就是 以are结尾的第一组动词的一个第二人称单数的变位 那复习完了变位之后呢 我们也讲了啊 这个命令式呢 它在一个否定句的时候呢 我们要分成两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情况是单数的时候 也就是说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情况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的否定句啊 直接是none加上动词原型就可以了 动词不需要来进行任何的变位 那么如果说啊 在否定句的结构下呢 我的主语是第一人称附属 以及第二人称附属 也就是none void的时候呢 它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在变位动词前面 也就是imperativo的noi和voi的变位形式前面 加上一个none呢 表示一个否定的这样的一个副词就可以了 那接下去啊 我们就讲了当代词啊 和我们的一个命令式imperativo一起使用的时候 代词的位置在哪里 那与代词一起使用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来分类讨论 也就是说在肯定句的时候 以及在否定句的时候 那么在肯定句的时候 非常简单啊 第一步动词准备好 代词准备好 然后呢接下去怎么样 合体 代词直接贴在动词变位的词尾就可以了 在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是 有五个动词的第二人称单数的变位 它是一个单音节 同时呢在这个单音节的词尾啊 我们有这个动词的一个重音 比如说va nda nda di fa 和sta 这五个动词变位 它分别对应的动词原型是andare dare dire fare 和stare 那么这五个动词的第二人称单数的命令式变位 在遇到我的一个代词的时候呢 代词的首字母的辅音需要双写 为了达到一个发长辅音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在这里呢 要注意的是 di 除外 di 这个代词不需要双写首字母 因为它本身 di 这个音就是一个长辅音 好 那么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 loader永远不会出现在和命令式一起使用的情况下 那么第三人称附数的建兵代词 在命令式的时候一定是 di 好 那么肯定的情况我们讲完了之后呢 否定我们来看一下代词在句子当中的位置 我们说 如果说代词碰到一个否定的命令式的话 我们决定它的一个位置 我们同样分成两步 第一步先对这个命令式做否定 那么做完否定之后 我再放代词 代词呢 有两种位置可以选择 第一种呢 是移位 也就是移到动词前面去 第二种呢 是合体贴在动词的词尾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三言两语啊 把这个命令式的一个情况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复习 那么命令式呢 我们上一节课也提到过啊 它既可以用在一个表达 命令别人一个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语气下面 同时呢 也可以表达一种请求的这样一种 比较弱的这种语气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命令式啊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 它还有一个用途 今天啊 我们就把整个场景啊 搬到一个问路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情景之下 我们来看一看当我们遇到路痴的时候呢 怎样对它使用命令式 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学几个单词啊 我们一起来看讲义 第一个 al primo incrocio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语啊 al我们认识啊 是前置词啊 加上一类的一个缩合贯词的一个形式 那么第二个呢 是primo 这也非常简单 叙述词嘛 第一个的 好 那么第三个incrocio 那这个词呢 我们在意大利当中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十字啊 十字入口 我们就叫做incrocio 好 所以呢 连起来 al primo incrocio 就是说 在第一个十字入口 这个位置 我们叫做al primo incrocio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giradesra 那么这句话当中的gira 它的动词原型是girare girare的意思呢 是转向 或者是转 我们说 有一个字反动词 叫做girarsi 就是转身的意思 自己转过来嘛 也就是转身 好 那么在这里呢 a destra 就是向右边 destra 我们知道是右的意思吗 那gira a destra 也就是向右转 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gira 它其实是用了一个命令式啊 第二人称单数的命令式 gira a destra 你朝右转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gira a sinistra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啊 我们刚刚前面的一句话当中呢 是gira destra 那么destra是右 那么这句话当中的sinistra是左 gira sinistra就是向左转 同样在这句话当中呢 gira是一个命令式 好 第三个 va sempre dritto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动词 va 这边那个va上面有一个小小的EPI 或者说是一个中音符号 那么很明显这里个va是andare的一个命令式的第二人称单数的变位 你怎么样朝什么什么地方去 对吧 这边是sempre 就一直了 dritto是笔直的 那么va sempre dritto 就是你一直往前走 你笔直的走 第五个啊 a la guarda strada 好 这句话当中呢 a很简单 动词的esre 第三称单数的变位 然后呢 la guarda strada 怎么样 guarda 用不认识 第四啊 四的一个叙述词 guarda 因为这里呢 strada是一个阴性负数的形式 所以呢 guardo 词位的o啊 要变成a这样一个形式 来和strada 来进行一个新书配合 la guarda strada 就是 是在第四条路 好 最后一个 boy gira subito 好 boy 我们都认识嘛 然后 然后gira 我们也认识 刚刚讲过了 一个girare 转的一个第二人称单数的imperativo的形式 最后一个subito 也是非常简单 立刻 那么连起来 boy gira subito 就是 然后你立刻转弯 好 那么我们啊 这边先学了六个短语 这六个短语 在遇到路痴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你能够给到对方一个很直接明了的一个指示 只是意大利语怎么说 叫做indigazione 那我们遇到路痴的话 就能给路痴一个非常明确的什么indigazione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六个词呢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如何给路痴来指路 那么如何给路痴来指路的话 我们一定会遇到迷路问路这样的一种情景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听三段小对话 我们听一听对话当中 我们是怎么样来向对方指路啊 使对方能够到达他所要去的这样一个目的地 好 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了啊 scusate ragazzi sapete dov'è la mensa certo va sempre dritto per un centinaio di metri alla terza strada gira a destra e poi subito a sinistra c'è una lunga fila fuori non puoi sbagliare grazie tante 好 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这一段对话啊 scusate ragazzi sapete dov'è la mensa certo 好 不好意思 同学们或者是朋友们 嗯 你们知道 la mensa在哪里吗 dove la mensa mesa还记不记得 我们一直提了好多次了 mesa 我们说圆桌嘛 也就是在意大利当中 我们用mesa来形容食堂 食堂 好 然后有个男生回答 certo 当然了 好 紧接着他说 va sempre dritto ver un centinaio di metri 好 这句话我们来看一看 va sempre dritto 我们刚刚在讲这六个端语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va sempre dritto 你一直朝前走 那么这边是一个命令式 就是说 一直朝前走 然后呢 ver un centinaio di metri 这句话里面出现了一个搭配是 un centinaio di 就是一百来个 一百来多少 然后后面是跟了metri 是米 那么也就是说一百来米 这句话连起来的意思就是 你一直朝前走个一百米左右 va sempre dritto ver un centinaio di metri 之后呢 他又说到 a la terza strada gira destra e poi subito sinistra 也就是说在 terza strada 就是在第三条路这边呢 gira destra 就是朝 右转 然后呢 poi subito sinistra 就是立刻怎么样 在往左 在往左啊 这边省略了一个gira a 然后subito gira sinistra 是原句是这样的 但是为了省略嘛 在口语当中 保持了一个语言的精致性 然后省略了相同的重复的成分 然后就变成了subito a sinistra 立刻朝左 之后啊 他又接着说 ce una lunga fila fuori nun boi zbaiare 那么在外面呢 有一个很长的队伍啊 una lunga fila fila就是队伍的意思 最后 nun boi zbaiare 你不会弄错的 你不可以弄错的 也就是说 很明显嘛 那边有个队伍 所以你不可能 到了那边 还认不出来这个面子啊 这个食堂到底在哪里的 好 那么我们就总结一下 这边呢 他就问路的人问 说食堂怎么走 然后呢 我们一路都是用了什么 用的一个命令式啊 你笔直走 大概一百来米 然后呢 在第三个路口 朝右转 朝右转了之后 立刻再向左 然后你就会看到 有一个很长的队伍 那边就是你要去的食堂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边的一个规律啊 朝前走 笔直走 andare dritto andare dritto 那一直朝前走 andare sempre dritto 这样的一个短语 那么如果我们 再要加上一个限制 就是说 你一直朝前走多少的话 用一个前置词 ber 比如说你一直朝前走 大概三十米 那么 va sempre dritto ber 怎么样 trenda metri 那我们文章当中说的是 un centinaio di metri 对吧 那我们不管后面的距离 是多少啊 我们一律用 ber 这个前置词 来引出距离 好 那么我们说了 朝前走是andare dritto 那朝左转 朝右转 就是girare a destra 或者girare a sinistra 用girare这个动词 加上a这个前置词 再引出左和右这个方向 我们就可以说 girare a destra a sinistra 朝左 朝右 那学会了这两种表达方法 朝前走和向左 向右转的话呢 我们在看地图的时候 以及给别人指路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应该用怎么样的动词 来进行搭配 然后啊 把动词变成一个命令式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刚刚听了三个对话 当中的第一个 接下去呢 我们来听听第二个对话 b Luca sai dirmi dov'è il negozio di Sandra dunque è abbastanza facile prendi questa strada e va dritto alla seconda traversa gira a sinistra e al primo incrocio a destra all'angolo sulla tua destra troverai il negozio grazie 好 首先 因为女孩子问 Luca sai dirmi dov'è il negozio di Sandra 你知不知道 Sandra的店 在哪里呢 好 这边 Luca说了 dunque è abbastanza facile 它非常的容易 就是说 要找到 Sandra的店 非常容易 prendi questa strada e va dritto 你就沿着这条路 bg 往前走 prendere questa strada 就是沿着 某条路走 或者说 走某条路 prendere questa strada va siempre dritto andare dritto 一直走 bg 走 我们刚刚也讲过 这里呢 prendi 和 va 这两个动词 都是 prendere 和 andare 的一个 imperativo 第二人称单数的变位 这边使用的是一个 imperativo 命令式 这条路 看到第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al primo incrocio 第一个十字路口的地方 怎么样 adestra 朝右转 这边 gira 省略掉了 直接就说 adestra 那朝右转了之后呢 他就说了 alangolo sulla tua destra 那么在你右边的那个角落 alangolo 怎么样 sula tua destra 这边呢 我们要用 su 这样的一个前置词 来引出 右手边的那个角落 怎么样 troverai il negocio 你就会发现 那个店了 同样 在这段对话当中呢 除了我们要掌握 andare dritto 比之走 以及 girare a sinistra destra 朝左 朝右转以外 我们又学了另外一个 怎么样 短语叫做 prendere la strada 就是沿着某条路走 走某条路的意思 那这段对话当中呢 我们又学了另外一个单词 叫做traversa 一个名词 la traversa la traversa 意思呢 和incrocio 很接近啊 它就是指 两条路相交叉的地方 叫做traversa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对话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去 Carla sai dov'è la libreria italiana ascolta va sempre dritto fino a via meridiana la terza traversa poi gira subito a sinistra e ci sei non è difficile grazie mille carra cara sai dov'è la libreria italiana carra 你知不知道 libreria italiana 怎么走呢 libreria italiana 也就是说 itali 书店 这个书店的名字叫做 italiana 那么这个书店就是 libreria 好 我们来听一听 Carla 怎么回答 ascorta va sempre dritto fino a la via meridiana ascorta呢 是 ascortare的一个第二人称单书的 imperativo 你听着 也就说 听好了 听着 怎么样 va sempre dritto 一直朝前走 怎么样 fino a 直到 记住这个答配 fino a 直到 fino a 什么 via meridiana 直到这条 meridiana 这条路 之后呢 他说 la terza traversa 也就是说 这个 via meridiana 是你 一直往前走的 会看到 第三个的交叉路口 叫做 via meridiana 这里 la terza traversa 是对前面一个信息的补充 也就是啊 补充说明 到底这个 via meridiana 在哪里 e poi gira subito a sinistra e chisei 然后怎么样 立刻朝左转 gira sinistra chisei chisei是什么 你就到了 eser chi chisei 对吧 你就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有你 意思就是说 你到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三个小对话 听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总结一下 指路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短语 首先第一个 你沿着这条路走 怎么说 prendi questa strada e va sempre dritto 这边我们两个短语 一个是 prendere la strada 第二个短语是 andare dritto 那如果要强调 一直走的话呢 andare sempre dritto 那么短语有了之后呢 我们在实际的情景当中 只要把动词 按照什么 命令式的 第二人声单数变位 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 很多人问你 比如说是一群人 问你路怎么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 第二人声附属 voi的一个 imperativo的变位 比如说 prendete questa strada e andate 你们沿着这条路 逼之往前走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说 朝左转 朝右转 girare a sinistra 或者girare a diestra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 交叉路口 或者十字路口 我们怎么说 十字路口是 incrocio 那交叉路口呢 叫做traversa 那同学们一定知道 十字路口和交叉路口的区别 不用老师特别强调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交叉路口说明 这两条路并不一定是垂直的 它有可能是垂直 对吧 但是十字路口呢 说明这两条相交叉的路 一定是垂直的 这个指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啊 从这三个对话当中 所学到的一些关于 怎么样 指路信息的这样一种说法啊 我们这边又可以把它称作为 indicazione stradale 也就是说指路啊 不是指路为马的指路啊 是马路的路啊 不是小路的路 这里要注意了 好 那我们练习也做过了 然后对话也听过了 命令时我们也学会了 接下去应该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找出一张地图啊 自己试着来做一个讲解 比如说我要从一个地方 A点到B点 这段路怎么走 是不是要自己试着用意大利语来说呢 好 那么在书上啊 已经给同学们准备好了 现成的地图啊 我们把书翻到160页 就是我们的教材 160页 上面有一个现成的地图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从这个地图上的 1234567 这七个点之间 如果互相走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来 首先我们来看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 就是Punto uno到Punto due里面 这一条路程 我们应该怎么走 当然了 我们也不一定要走最短的路线嘛 我们也可以绕圈子 只要我们能把自己 或者能把对方绕回来就可以了 好 这个地图呢 是一个罗马地图啊 上面遍布的是罗马的景点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Punto i这个地方 叫做Fontana di Drei 也就是我们说的 罗马最著名的那个扔钱币的 喷泉啊 一直到Piazza Quirinare Piazza Quirinare呢 是意大利政府的所在地啊 好 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这个Punto uno到Punto due 我们怎么走 来我们看一下 在Punto uno前面有一条路 叫做Via di San Vincenzo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离Piazza del Quirinare 很近的地方 有一条路叫做Via della Tattaria 对吧 好 我们就来先用中文说一下啊 那从Fontana di Drei 这里出发呢 我们要沿着Via di San Vincenzo 一直走 笔直走 一直走到什么 Via della Tattaria 然后怎么样 朝左转 然后再笔直走 就会看到了 OK 那我们这边出现两个信息 沿着Via San Vincenzo 笔直走 直到Via di Tattaria 对吧 好 那么这个信息 我们就可以说 Prendere la Villa di San Vincenzo fino a la Villa di Tattaria 然后我如果要很明确的表示说 这个Via della Tattaria 是第三个交叉路口的话呢 我这边再做一个补充说明 也就是 La Terza Traversa 好 补充说明完了之后怎么样 我们刚刚说了 到了Via della Tattaria之后 朝左转 然后我们说 Puoi gira subito a sinistra 然后呢 andare 怎么样 sempre dritto 一直朝前走 e poi Chi sei 或者Chi siete 你们在那边 OK 我们连起来讲一下 从 Fontana di Trevi出发 Prendi Via di San Vincenzo va sempre dritto fino alla Via della Tattaria La Terza Traversa Puoi gira subito a sinistra va sempre dritto per un centinaio di metri E poi ci sei 当然这边 E poi ci sei 你也可以不用说 你也可以说 Et voilà 就可以了 Vuala是一个法语词 就在那边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讲了一下 从 Punto1到Punto2 这样的一段旅程 接下去我们来看 如果要从 Piazza del Quirinare 一直到 Piazza della Pirota 的话呢 我们应该 怎么走 首先我们怎么样 先找到这条路 名字叫 Via della Tattaria 我们要往回走嘛 然后怎么样 沿着这条路 笔直走 然后到了 Via della Pirota 这条路之后呢 我们要朝左拐 对吧 朝左拐了以后 然后在第一个 Traversa 就第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怎么样 立刻朝右 我们就能到 Piazza della Pirota 我们就一起 用意大利语来 讲一下 Prendi via della Tattaria Prendi via della Tattaria 以及指路的时候 尤其是在给人 指路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 命令式 那么我们说 他常用的一个 结构 Prendi via la strada Girare a derecha 这三个是最常用的 一个句式 那么我们掌握了 这三个句式以后呢 在给别人指路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 没有什么问题 能够应付 大部分的一些状况 好 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已经带着大家 一起做了两个 这样的小练习 那我们接下去呢 自己要来把后面 这四个完成 完成了之后呢 上传到课程的主页 然后网校老师们呢 也会给大家 一一的纠正错误 以及指出问题啊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但是我相信 通过这节课的练习 同学们一定 对这个东西 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我的学生 我非常有信心啊 好 那么在进入到 异国万发筒之前 我们仍然是什么 老规矩啊 来做一个小练习 巩固一下 今天所学的内容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大家好 欢迎回到今天的 异国万花筒 今天呢 是我们九歌系列的 最后一期了 我们要听第九首歌曲 那么虽然是 这个系列的终结 但并不代表 意大利与二十世纪 流行音乐的一个终结 也不代表 我今后不会 再给大家放流行音乐 所以大家大可放心 哈 那么今天我们仍旧 来听一首温情的歌曲 来自于著名的音乐诗人 谁 名字你们告诉我 非常好 Fabricio D'Andre 那么这首歌曲呢 名字叫做 Amore che viene Amore che va Amore che va Ai giorni perduti A rincorrere il vento A chiederci un bacio i volerne altri cento un giorno qualunque li ricorderai amore che fuggi da me tornerai un giorno qualunque li ricorderai amore che fuggi da me tornerai e tu che con gli occhi di un altro colore mi dici le stesse parole d'amore fra un mese e fra un anno scordatele avrai amore che vieni da me fuggirai tra un mese e tra un anno scordatele avrai amore che vieni da me fuggirai amore che vieni è venuto dal sole o da spiagge gelate perduto in novembre o col vento d'estate io t'ho amato sempre non t'ho amato mai amore che vieni amore che fai io t'ho amato sempre non t'ho amato sempre grazie a 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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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他的一个宣传片 在讲了他的人生 以及他的一些作品 然后当中有一段非常震撼人 也就是配的这首音乐 之后呢 在播放歌曲的同时 电视台的镜头 就会切换到每一个主要城市的 市中性的大广场上 来看一看夜深人静的时候 每个城市是怎样的一个面貌 其实呢 人声鼎沸又如何呢 空空如也又能怎样呢 我们最重要的 还是心里最初的感动 不是吗 好 那么九歌系列就暂时 先搞一个段落 那么在第十一个单元的 异国万花筒当中呢 我们还会时不时的来听一些歌曲 好 那么今天异国万花筒 就先搞一个段落 并且同时呢 九歌系列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终结了 好 那我们在第十一单元再见咯 恰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